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同事 我今天發言的主題是 完善制度淨化家庭市場 近期本澳發生多宗的家庭虐待幼兒事件 引起社會強烈關注 最近爆出的虐待幼兒事件 是被大廈管理員透過閉路電視發現的 事後該名家庭承認 曾經不斷一次地虐待和虐打雇主兩名的虐熱 令社會擔憂 是否存在其他隱蔽的個案未曾發現 雖然憑相關的事情 目前雲南與奠定是否屬普遍的現象 但管中規劃 社會應對此加以警告防範於未然 時下不少的居民聘請家庭 以協助照顧長者 小孩 患病或殘疾的人士 以及打理家務 需求越來越強烈 根據統計 11年底從事 家務工作的外地僱員數量為16,256人 17年底 已上升到26,974人 增加了865.9% 家庭需求15人的同時 家庭的質素參差不齊 亦都成為了困擾本土家庭的激受的問題 現時 雙職工家庭數量日漸增加 不少居民亦需要輪班工作 導致很多家庭子女日常接觸最多的可能就是家庭 家庭的日常生活習慣和處事的態度 可能會對僱主、子女、尤其是嬰幼兒子女的習慣養成 行為縮造等產生負面的影響 因此 能否聘用到高數值的家庭 成為了本土家庭極為關注的事情 虐待幼兒事件時有出現 不僅是相關家庭的不幸 同時也是本土社會的不幸 表明本土家庭市場極待淨化 鑑於家庭工作性質的特殊性 特區政府和社會局界可能需要思考更多 尤其理應思考如何建立和諧穩定的僱傭的關係 家庭與僱主家庭生活息息相關 特別與僱主子女關係密切 因此 家庭質素高低與否 將間接影響到本土下一代能否健康感成長 如何提高家庭的素質 社會局界已經提出過不少中肯意見和建議 例如建前法律 針對家庭工作的特點 促出制度規範 盡早制定 職業介紹所業務法 修改聘用外地僱員法 代輸入 家庭制定夠原備的管理機制體制 加強外固法律的宣傳 擴大內地家庭輸入 強化家庭職權的培訓 導絕以旅客的身份入境後 從事家庭的工作 增加薪酬福利待遇 提升本土家庭市場競爭令等 除此之外 特區政府亦可考慮建立家庭個人行為的記錄檔案 對有不良行為或刑事記錄的家庭 限制其從事相關的職業 多謝